今天呢 我要教你们一个 如何去打造一个完美的私密空间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给女生一个好的体验 你不能光顾着自己爽 然后你之前去过男生家没有 没有 那今天 让你感受一下我的独特之粗 至于怎么去操作 兄弟们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短片 兄弟们 当你们带女生已经进到家里面的时候 不要让女生直接穿着这种 她的高端鞋进到房间里面去 女生她穿着鞋的 很有可能她想跑的时候就跑得很快 而且像女生如果把高端鞋一脱 她的气场就下去了 之后你的气场就更好去压过她 所以说拖鞋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那么我们该怎么去选拖鞋呢 像酒店的这些一次性拖鞋 第一个呢 女生穿上会觉得很不舒服 而且就是这种拖鞋就给人一种很廉价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对吧 就很廉价 所以说我们一般呢选择一些像这样子有品质的 然后呢又是中性的 不会是女生一看就哎你怎么家里面特地准备一个女士拖鞋 对吧就好像像你是经常带女生回家呀 所以说呢选择一些哎可能42码左右这些中性拖鞋 女生不会觉得穿着太大或者太小 我们在给这个女生换鞋的时候啊 你不要像个服务员一样说哎来来来来 我给我给你我给你换完手好不好 对不对 像个服务员 而且你看像姚今天还穿了一个特别短的种短裙 对吧 你弯下腰的时候 显得很猥琐 像在女生换鞋的时候呢 哎 你就扶着她 对不对 哎 这样子呢让女生既有安全感 同时呢你们也有了一些肢体的接触 兄弟们呢当你们在打造你们的泡棱的时候 厕所里面一定要准备好 像是卸妆水呀 啊一次性牙刷呀 为什么一次性牙刷 不要让女生觉得你时时刻刻都准备好了 哎给女生的这个牙刷 肯定会觉得你经常带女孩子回来嘛 对不对 所以说一次性牙刷一定要准备好 然后像卸妆油啊 对不对 女生经常化妆 啊 然后化妆棉啊 隐形眼镜盒 隐形眼镜液 这些都要准备好 啊 女生基本上都会戴着美头 你让你今天戴美头了吧 对吧 啊 女生基本上化妆都要去搭配上美头 所以这些一定要准备好 女生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啊 今天就可以放心的跟你度过一个 愉快的夜 兄弟们 当女生在洗漱的时候 你不要嗓子跟她调准的机会 像假装摇你像梳头发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哎 你就可以搂那小细腰啊 哎 摸摸她小屁股 哎 很舒服 嗯 这个又说了 嗯 嗯 哎呦 这样看还挺好看的 好看吧 好看吧 嗯 嗯 嗯 怎么 您等会等会 您说个口 嗯 您先做 嘿嘿 不是嘛 我该喝酒嘛 对不对 兄弟们 当当你跟女生 你们出去喝酒的时候 嘴巴里面会有酒气 对吧 你们清醉的时候 很影响这种口感 嗯 是不是 所以这种时候一定要让女生 说个口 好不好 拿着 嗯 说个口 等会等会我们 稍稳的时候不就 给我感觉 嗯 好 好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让女生自己在里面说口 你就出去等她 就好了 啊 因为女生也会担心 万一她说口的样子不好看呢 对不对 兄弟们 一定要准备好一条新的预警啊 但是一定不要准备一个女士睡衣 来请说出为什么 准备一个女士睡衣 女士睡衣 睡衣 就很扎是不是 就是就显得你这个经常带女孩子回来 月泡 是不是 千万啊 兄弟们 不要这么做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准备一个这种新的大浴巾呢 对吧 就比如说你跟女生喝了酒 哎 蹦了滴 大家开心 回来准备到月泡了 结果 哎 这个时候 嗯 哎 宝贝你怎么感觉有点 可能是可能是我身上身上出汗了 传染到你了 有点味道 是 啊 你如果这个时候 没有一条新的浴巾 女生又不好洗澡 对吧 女生会觉得跟你啪啪啪的时候 这个到时候都出汗了 也洗不了走 很尴尬 还就很容易就下头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时候 一条干净又崭新的浴巾 就体现出你的细节 当你们跟女生呢 在现在的沙发上面 哎 马上要开始一对一单挑的时候 这种时候 你们肯定要先把灯关上 对不对 然后呢 安排一个像这样子的音响 哎 他这种灯光啊 尤其是那种紫色粉色那种灯光 会营造出一种特别暧昧的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 你的音响呢 再放一些适合调情的那些绝世乐 你们的这种气氛一下子就烘托上来 第二个必备的东西呢 就是香风 像这种好的香风 它有一些是可以 很潜移默化的 去调动起女生的情欲 当你们的气氛 已经烘托到那种 非常暧昧的时候 接下来 你们要作异 哎 就是玩游戏的 玩什么游戏 非常重要 你之前有没有玩过飞行棋 你飞行棋没玩过 小时候我们都飞行棋没玩过啊 飞行棋咱们都玩过啊 飞行棋咱们都玩过 自拍一段接吻小视频啊 什么这种挑逗对方的这种什么敏感不畏 15秒 你懂吗 只有像这种 这样子 这样子版本的飞行棋 才有这样的游戏 你这个时候跟女生 喝点小酒 飞行棋一玩 是不是 你们这感情立马就神温了 你们在玩这种飞行棋的时候 应该去喝什么酒啊 来 像这种真露 随处可见 兄弟们都喝过对不对 再配上 这样子的 灌张的像强爽啊 或者啤酒啊 它们两个碰撞在一起 就会产生出 非常不一样的深水加感 至于怎么制作 可以添加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到时候私信我们 告诉你们方法 当你们跟女生 酒喝到位了 感觉也到位了 对不对 那清也清了 哎 摸也摸了 是不是 对吧 你这种时候 结果女生来一句 不要 不要 怎么办 怎么办 这种时候 兄弟们 你首先你在清的时候 你就要看 有没有到那个感觉 对不对 有没有感觉 没有 对不对 这种只是 浅浅跟浅一样 你要清到什么 你要清到 它变成一种 出属俗容 哎 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 是时候该上丑了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女生还是不愿意 怎么办 怎么办 睡宿了 晚一场 纯了 对不对 现在很流行 并且呢 你也让女生感觉到 你非常的尊重她 对吧 让她觉得 你确实就是想跟她 有一个愉快 又幸福的夜晚 也不是一定要干嘛嘛 对不对 那很有可能 女生在跟你这个 睡了一晚上之后 她觉得 哎 你很靠谱 觉得你跟别的男生 不一样 是不是 说睡宿的 她还真 真就睡宿的 说不定 那么这个时候 等你们早上 一起醒来的时候 故事 又有一个新的病 不知道兄弟们 学会 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或者解决更多的情感问题 可以扫描屏幕上面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 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